捷克餐廳的招牌菜 達達生牛肉一端上桌 吸引眾人的目光 搭配有機雞蛋和捷克的調味一起吃 要吃這道菜得提前一天預定 我問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邊是洋蔥 番茄醬 黃芥末 黑胡椒 雙亞利紅椒粉 鹽鹽跟大蒜 就是跟著生牛肉一起吃 我們等一下會把大蒜以外的 所有的香料都放進生牛肉裡面攪拌均勻 然後用大蒜去塗抹麵包 最後再把攪拌均勻的生牛肉放上去麵包 撒一點胡椒就可以了 謝謝 這個達達生牛肉 看的時候就好像一坨肉 但是吃下去呢 會感覺讓你有蓬鬆蓬鬆的感覺 然後呢 它因為又加了很多的香料 所以吃起來呢 完全沒有一點牛肉的感覺 反而是有很多各式各樣綜合的香料 所以呢 你不要講它是生牛肉 根本不會讓人發現它是生牛肉 所以來這裡一定要吃這個達達生牛肉 而且這一道 聽老闆講 它沒有辦法現場做 它一定要前一天預約 所以說呢 這個部分一定是有它特別的地方 這個生牛肉我們要好好來研究品嘗它 其實要謝謝里長 特別帶我們來這家很特色的這個捷克的餐廳 然後呢 它很多的這個捷克特別的菜呢 我們今天都想要來品嘗 然後其中這個生牛肉的部分 其實一開始我不太敢嘗試 那里長特別介紹這是他們的招牌 而且一定要預訂 所以我們剛剛吃的感覺真的很特別 然後你不會覺得有生牛肉的狀況 因為它的品質非常好 所以大家在嘗試的時候呢 一定要多多的這個來推廣 然後呢 在社區裡面 如果呢 有這個這樣的特色小店呢 也歡迎大家可以這個互相的介紹 然後來多多的捧場 主要最推薦的還是我們的招牌料理 搭搭生牛肉 我們是用新鮮的沙朗牛肉 還有有機雞蛋 然後加上捷克的特色調味 然後下去搭配麵包一起使用這樣 對不對 這是推薦大家來一定必點的料理 然後另外的話還是麵糰子 因為捷克他們的特色主食麵糰子 有兩種版本 另外一種是比較常見的 有點像擺饅頭 那我們家是比較少見的版本 所以很推薦可以來嘗試 另外還有燉牛肉左麵糰子 大蒜湯 炸乳酪薯條 和椰枣太妃糖蛋糕等多道捷克料理 吸引顧客嘗鮮 感受一秒到捷克的樂趣 好 今天是第一次吃捷克菜 那因為疫情很久沒有出國了 所以可以在這麼特別的時候 可以來品嘗一下異國的料理 非常的開心 然後剛剛有吃什麼 比較有印象的 剛剛吃一個叫麵糰子的一個料理 然後它跟我們吃亞洲菜的風味很不同 我剛剛吃到的這個是醋煙香腸 它的麵包非常有嚼勁 非常有嚼勁 那它的這個熱狗也是比一般的要更豐盛 更大一點 然後加上它有它的那個酸黃瓜 然後加旁邊有一些洋蔥 這樣整個吃起來口感非常好 也滿特別的 這是也是一部道地的捷克料理 這個叫乳酪起司 那說真的這個起司吃下去 沒有那種黏稠感 不黏牙 然後吃起來也沒有一點起司的感覺 但是呢吃起來就又像麻糬一樣 然後又有一點嚼勁 所以又跟一般的那種乳酪 其實又不太一樣 然後最推薦的是 也是我最喜歡的這邊的捷克特色甜點 是野藻太飛糖蛋糕 然後它是就是很濃厚的野藻香的蛋糕 提加上太飛糖醬 然後還會做一些那個冰淇淋 然後我覺得熱熱的蛋糕 搭配上冰涼的冰淇淋很好吃 很推薦大家來嘗試 捷克餐廳老闆說 餐廳不只是餐廳 因為他熱愛藝術與文化 因此也陸續規劃餐廳二樓 進行相關的藝術活動 最開心的是 他可以藉由美食或文化 認識許多台灣朋友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就是餐廳 可是比較像是這個文化的空間 所以我們也放電影 我們放一些不同的活動 所以我不想要認覺得 這個就是餐廳 然後就是來在這裡吃飯 就是比較多的經驗 人家來 會知道這個捷克的文化 可是不是就是捷克的文化 是歐洲的文化 還是我們合作跟台灣的藝術 所以就是這個工錢 這家捷克餐廳很特別的 就是在他的二樓 老闆會特設一個策展的空間 那因為本身老闆是個廣告人 所以說他會把一些 例如說歐洲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一些藝文的這些文化 放置在二樓 希望能吸引不管是社區 或者是一些外界的人 可以來參加來參訪 那相信對於我們家心裡來講的話 裡面也會多一個可以接觸 尤其是這個捷克中歐文化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 我想是非常的 歡迎老闆來這邊開設餐廳 我希望台灣人來在這邊 我不太標籤是外國人 還是借克人 其實在台灣沒有太多借克人 所以我的主要標籤是台灣人 因為我想要他們來在這裡 達到某些歷史的文化 所以我喜歡 我喜歡 有這個捷克的餐廳 我最喜歡的部分是對的 我會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很有意思的人 像這個 這邊的里長 還是這個 新義區的 對 其實我想美食是一個很重要 可以接觸文化的一個點 那包括我們自己 新義區的眷村 所以眷村的美食其實非常的多 那新義區其實非常的多元 雖然是一個很年輕的區 可是各式各樣的異國美食 都會在新義區裡面被發現 所以這一次呢 里長介紹了這樣子一個捷克菜 我們透過這個捷克的食物呢 來了解捷克人的這個飲食習慣 然後呢也可以更加的了解捷克的文化 一二三 捷克公平蛋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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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